最近又有藝人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今次是我從小看電視劇看到大的何國榮 新聞說他最近太太離開了世界 又加上患了一種癌症 就叫做耳朵有一座基底細胞癌 很多人都以為這些癌症當然很痛苦 所以令他作出這樣的決定 我今天會講一下究竟什麼叫做基底細胞癌 以及為什麼對他來說應該不是一個最大的打擊 接著就會順道說一說 當人走到一個絕望的階段的時候 應該怎樣面對呢 記住看到最後了 基底細胞癌我們英文叫做Basal Cell Casinoma 或者簡稱叫做BCC 其實是一種皮膚癌 不是的 這些名字一聽就是一頭霧水 即是是什麼意思 基底細胞就說表皮最底有一層的細胞 那層的細胞負責 當表皮細胞老化死了的話 這一層的Basal Cell 底層的細胞 就會做一些新的細胞出來 補充死了的細胞 如果你看這個圖就看得清楚一點 那兩個黑色箭咀指著那層薄薄的細胞 就是Basal Cell 基層細胞 如果其中有一個兩個基層細胞 遺傳物質有變異的話 變成了癌細胞 它就會不斷不斷地生長 就算表皮裡面的正常細胞已經足夠 它也會不受控制地生出來 所以情況就像這個圖中間那裡 那些細胞就不斷地生長 慢慢就長出來就變成凸了出來一點點 Basal Cell 底層細胞癌症 就跟曬太陽很有關係 估計應該都是太陽裡面的紫外光 就令到基因變異產生 所以它生的地方 通常是太陽曬到的地方 最常見譬如說何國榮 它會在耳朵那裡有 有些時候在眼邊 眼尾這些位置有 鼻邊的位置有 鼻上高的位置有 甚至嘴唇這些位置 也經常都有 樣子也挺有特色的 通常最典型的樣子就是 它就凸了出來 顏色有些半透明的 它通常是凸了出來一塊東西 但是中間是凹了下去的 就是那個邊 我們通常英文叫做Roll Edge 邊緣就好像捲起上來 就是凸了出來 中間就凹陷了下去的 這些BCC如果在白人身上出現的話 通常它的顏色都是 好像皮膚的顏色 但是如果在黃種人 或者皮膚比較深色的人身上出現的話 它可以是啡色甚至是黑色的 中間凹陷了下去的邊就比較高了上去的 這種底層細胞癌症 就出了名 不是危險的 不危險的原因是 它不經常擴散的 即是說你就算生了 它很多時候生了很多年 才慢慢出現 像剛才大家看到的樣子 它生了很多年也好 它都不經常走散的 不要像其他癌症那樣 走去腦、走去骨頭、走去肺 它不經常的 很難才會有 不是沒有很少見的 它只會吃到周圍的組織 過程都很慢 當然如果吃到周圍組織的話 都會令到周圍的皮膚都爛 就像這個圖一樣 如果到那個地步也好 其實你做手術 都可以把所有癌細胞都清掉 因為它不會走散的 所以基本上你把它割掉 不過當癌症在皮膚表面已經吃到周圍的組織的時候 你割了個腫瘤 因為傷口太大就很難關掉 就變得很難搞 所以我猜何過榮應該就未必說 主要是因為這件事去自尋短見 我想都是很多東西加在一起 香港現在的氣氛好像 好像不太好 令我想起我初初畢業出來的時候 香港九八、金融風暴之後那幾年的氣氛 動不動就有人燒炭了 當然人生無常 其實你跟我任何一個人 都可能有些時候會遇到一些很難接受的事情 究竟人生走到很絕望的階段的時候 怎樣去面對 我非常鼓勵大家看回我一連串 講抑鬱症的那些片子 大家可以關掉連串 就可以看到那些片子 但是當然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真的覺得很絕望 或者是很抑鬱的話 你可能都沒有什麼心機去看 你什麼都不想做 很多時候可能你躺在床 可能五、六個小時 玩手機都可以過一天 一個星期不出去見人 可能都會的 這件事我都理解的 所以我就很簡單地說一說 如果你現在覺得這一刻很難過的話 究竟應該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你要明白 所有看來很難接受的事情 或者抑鬱症 你很多時候會覺得是沒有出路 不過人有些動物本能 千百萬年以來 人生存了下來 以前更加天災人和意外的東西 所以有些很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或者身邊的人離開了 我們其實是可以生存下來 我們裡面是有一個機制 有一個自我修補的能力 自己療癒的能力 人體裡面這些心理創傷的東西 是有一些自我療癒的能力的 簡單來說 雖然你覺得現在很沒有希望 很絕望 但是這些東西是真的會過去的 你可能不相信 但是其實是真的會過去的 重點就是你不能夠什麼都不做 在這裡把事情事前上後 事前上後 那些事情、情緒不斷在你內心裡面 轉來轉去的話 有些時候可能一想不開 那就可能會做些事情 就未必最理性的 所以你要記住 這些處境是要靠你的努力 去逼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那未必需要做什麼大事的 那你可能會說我都是清潔一下這間房 或者我學煮一些東西吃 就連過年了 那我看一條影片 學一下做油角怎麼做 或者做年糕、蘿蔔糕 做這些事情的作用 就令到人不要將這些東西 集中在負面的東西身上 你不斷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去bind time 去買一些時間 去爭取一些時間 就令到你內心的傷口 就慢慢有時間 慢慢慢慢的傳遇 去認識一些新朋友 去一起參加一些興趣班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現在過時過節了 就不要躲在家裡 就跟朋友去吃飯 喝點東西 未必是很熟悉的 總之你見一下人 慢慢的 你就會發覺 心情就會好一點 可能過半年 可能過一年 兩年、三年 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 你要相信 這件事是真的 你要相信 總有一天 你會發覺 原來內心裡面的傷口 已經好了很多 或者已經好了 那我都明白 如果真的傷口很深的話 那好好的過程 可能會留下很大的傷疤 你可能就未必能夠 好像以前 那些事情發生之前 過那種 這麼無憂無慮 快樂的生活 但是呢 起碼傷口好之後 有個傷疤 也好 那你可以不會天天 折磨自己 不會說天天 痛不欲生 至少可以過一些 比較上 像一些正常的生活 不會想到一邊 想歪了 今天講到這裡 快要過年 首先 預祝大家新年 龍馬精神 萬事如意 也提提大家 DOTORF醫學 幼稚園這本新書 即將出版 很多人都會網上問 有沒有電子書 海外有沒有買到 這件事我都要問 出版商 總之有最新的消息 就會通知大家 希望大家捧場 裡面也包含了很多 一些對付抑鬱症 情緒病 失眠 或者各樣常見的病 大家關心的問題 都有很清楚的展述 記得留言 點讚 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 中文字獎